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百分之百来自于日本的一家公司 我们每年大概在白色新生菇的菌种上进口 每年可能要花3000到4000万人民币 其实还像有一些像双包蘑菇 它的菌种主要是90% 我们国家也都是来自于美国 孙先生呢 一剃烤鸭大家都会流口水 对 我相信这个品种它又是中国的又不是中国的 怎么讲呢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北京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被八国联军掠到了英国 在英国的樱桃股这样一个农场进行选 一百年以后 这个鸭子在我们中国的肉鸭市场占到了85% 很庆幸的是 我们把樱桃股的百分百的股权又收回来 等于我们百年的北京鸭又回到中国 其他的几项种源在中国吗 谢司长 我选的是这个豆腐 豆腐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食 对 我之所以选豆腐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它的原料大豆 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很关注 说这个大豆啊 直到现在进口量非常大 一亿吨 很快就联想到 大豆的种源是不是也是国外的 也是要靠进口 到底是不是这样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现在全国种植的面积大概是1.4亿亩左右 用种量7亿公斤 这7亿公斤全都是我们国家自主的品种 因为大豆的进口量还是太大了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把大豆的单产提上去 能够让大豆的进口量适当地降下来 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吃的我们用的 到底有多大比例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 我身边的人 知道我从事种业的时候 几乎都要问这个问题 直接就是我们国家的种子怎么样 是不是基本上都靠国外了 有几个数字 这几个数字应该很能说明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农作物的种子 它的种植面积 95%以上 都是我们国家自主的品种 畜亭的种源 次举率是75% 水产的种源 次举率是85% 我们国家农作物种子每年的用量 大概是100亿公斤左右 进口的种子所占的比例 大概是0.1% 外资企业的种子的销售额 占我们国家种子市场的份额不到3% 这两组数字应该能看出来 我们的种子还是可以的 靠自己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从我们国家种源的育种研发能力 共种的水平和竞争力 松合来看 大体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形式 橄榄形的图 它被明显地分成了三层 对 三个部分 在这个橄榄形的顶端 是我们国家有优势的品种 100%都是种源能够自己的 比如说我们的口粮 水稻 小麦 出秦类的像肉鸭 青草莲 吃打家鱼等等 这些品类它的种源 完全就是我们自己 可以自己自足的 完全靠自己 水稻起源于中国 这一批历史 现在中国已经有1万年以上 全国4.5亿亩水稻 我们的平均单产是470公斤 大概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 超过了70% 就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制及 中国人对于水稻 其实有这一份特殊的情感 因为它不仅仅滋养着我们这个民族 而且在这个领域 还有很多我们敬佩的科学家 比如说大家尊重的袁隆平老先生 那农民高科呢 是就是以袁老师命名的 袁老师最早也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农民高科在水稻这一块 也在做到 在产业这一块 也做到了全球最大的杂交水稻种子公司 我们在国内呢 大概占到了22%左右的市场份额 最新一期这个中国种子协会 发布的这个全国推广面积 前十强前十大的品种里面 农民高科能占到七个 那我们在国际上其实也推广了 杂交水稻也推广出现了 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 市场份额占到了25% 在菲律宾也占到了18% 包括我们在这个印度也做了十多年的育种 我们在印度的育种水平实际上跟当地的主要 今天那时候是拜尔 大体上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甚至比它有些品种比它还要更优秀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 就是我们目前主粮的种子 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 可以这么理解 刚才院士介绍了 水稻我们虽然现在是470公斤实际的产量 但是它的母产潜力确实是已经超过1000公斤 而且优质稻的面积在不断扩大 刚才毛总也介绍到了 这个水稻的种子 不但我们自己国家的市场能够满足 而且还出口到东南亚 那么小麦呢单产我们也是世界领先的 而且最近一些年 像这个节水抗腻的品种 强筋弱筋的小麦品种不断地出现 优质道的面积也是不断扩大的 口粮的角度 我们的种子的供应没有任何问题 刚才我们探讨的呢 是谢先生给大家看到的 橄榄型的图形当中的第一部分 就我们特别有自信的那些种子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橄榄型的最大部分 中间的这个肚子的部分 到底藏了什么样的一些种子 这个橄榄型的中部啊 这是我们这个品种最多的这一部分 主要是我们国家基本上 能够自己的这个种源 但是呢 还有可能在质量上 在生产性能上跟国际上最好的水平相比 有差距的 这里面比如像我们的这个玉米和大豆啊 单产和国际上最好的水平相比呢 大概都是60%左右 蔬菜里面像这个番茄 甜椒有一部分种源 是要靠国外来补充的 他们的自给率大概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像番茄 我们自给率是大概在75%左右 甜椒和刚才的彩椒 大概是50%左右 这里面呢 这个生猪 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好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呢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 经常有人给我讲 说猪有问题 我们的种猪90%都是国外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这有个数字啊 我们国家这个白猪 我们叫核心育种群 大概是15万头左右 它是每年都要更新的 每年更新量大概是多少 10万头 那么在这更新的10万头里面 进口的种猪是1万头 实际上就是10%左右 所以从这个比例上讲 我们知道它恰好不是90% 而是进的是10% 进这个10%做什么用呢 要让它生胆性能能够保持更好 就像我们人一样 你不能总是亲结婚嘛 所以这个猪我就想给大家讲的是 可以放心 它是种源主要靠我们自己 当然了我们跟国际上这些最好的有差距 那我们还要再努力 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种业在中国的发展 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世界种业 在2019年的10强排行榜 包括了它的年销售额 也包括了它在市场份额上的占比 我们从高往下看 占比最高的是拜尔 接下来是科迪华 先政达 巴斯夫 利马格兰等等等等 在这当中我们努力的要找到一家 中国的种业公司的名字 毛总看到了你们公司了 龙平高科 我看排在第几了 123 第10 在体量上 我们似乎和排名第一的拜尔 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刚才您介绍的一系列数字 都表明我们的水平不差的 中国的种业市场化 实际上从2000年种子法 颁布之后开始了 像龙平高科成立了也才22年 它的发展的历史还是比较短 对 你像这个前面 从KWS以前这些企业 都是上百年的历史 百年企业 第二呢就是法律和这个技术的环境 你像这个全球这几大的种业公司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最严格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 九亿文本的实施 然后呢 最新的全球最新的技术 他们也是在都在使用 可能对于这些 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来说 他们的品种应该也会多过我们 对 他们都是全球化的企业 也是多品类的布局 龙平高科也是水稻 包括这个玉米在国内 自主知识产权的也是排在第一位的 还有一些蔬菜品种 但是从全球来讲呢 我们的只是在刚才讲的菲律宾 巴基斯坦 东南亚 南亚 这有一部分的这个水稻 玉米呢 我们主要是在2017年收购了巴西陶市 实际上我们这个 您看到的这个第十位 实际上是没有包含 它是一个参股公司嘛 没有包含这个巴西龙平的 这部分的收入 如果包含的话我们大概能排在第八位 刚才您提到的前几位的这些知名的种业公司 在他们的旗下产品矩阵里 有哪些是特别强势的 在全球可能都是最了不起的种子 在这个玉米和大豆这一块 拜尔科迪华都是最强的了 这两个品类是应该来说是 也是全球农作物种业里面价值市场价值最大的 拜尔在蔬菜上也是很厉害 拜尔的蔬菜 仙人达的蔬菜 包括花卉 尼巴格兰的蔬菜也是非常厉害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 他们围绕着焦点话题就是 中国的种子为什么弱 有一派的观点认为呢 是我们的科研水平不够高 另外的一派观点认为是 企业界没有把我们科研 或者是实验室当中 做好的这些研究成果拿过去 很好的转化 很好的应用 我们今天可以在现场 再一次的来论证一下 万院士我们可不可以邀请您 作为科研方的代表 毛总我们邀请您作为企业界的代表 你们可以阐述自己的理由 我们的种意跟各位有差距 其实科技是有质认的 我本来不想让您背这个锅 您主动把这个锅扛了一半 在自己的肩上 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种子界 其实我们创下过很多的世界第一 比如说我们的科研院所数量第一 我们的农业相关的大学和科系数量第一 我们的育种人才也是第一 这么多的第一都没有把我们推向 种子界的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之上 虽然全国种数比较多 但是现在对到每一个单位来讲的话 他们的力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 其实还是科研的基础相对比较不弱 因为有种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 因为它从有种的整个环境 从种子资源到基因 到观念技术 到品种培育 到产业化 它必须有一个是全一条的创新 那么现在中国所有的科研单位 包括大学 没有哪一个是能够把所有的关键的创新点 都能够对得非常集权的 万院士我为难您一下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一个就是科研水平 一个就是商业转化率 您认为我们率先应该提高的是哪一个指标 那这样说的话 我认为可能还是我们那些企业的能力 要进一步提升 我觉得比我们这个差距更大 哎呀 这句话就像一颗球 直接踢到了我们毛先生的身旁 我还好说的是球 不是一把刀 不知道会不会扎心 我非常同意院万院士的观点 实际上呢 从你说中国种业要强 企业必须得强 但是中国种业的企业总的来讲 还是相对比较弱的 刚才讲说农民高科 我们是民族 本土上成长起来最大的种业公司 其实我们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就是4% 最大也才4% 对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就4% 刚才讲我们包括中信系收购的龙瓶巴西 加上龙瓶高科 一共9亿美金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就2% 还是非常弱小的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企业确实历史太短 我们现在对种业的科研投入 跟国际上相比较是有差距的 差距有多大 就蒙山度被白尔收给以前 他每年营发的资金用于种业的 是10亿美金 那我们呢 我不知道龙瓶高科 我们钱营投入多少 那我们总的销售收入在30亿出头 我们每年将近拿了4个亿左右的 是吧 将近超过10%的销售收入 4亿人民币 人民币 那已经是国内最大的企业 没法比 那这个科研投入 我们国内是跟国外有差距的 是 应该就是说 包括我们的中央财政的投入 也是有差距的 就是农业科技的投入 占农业GDP的比重 是低于全国的RD的 这个整个GDP的比重的 就是农业的科技投入 而且整个国内 我们还是水平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我们却强调总业征兴的时刻 一方面我们可能要激发科研人员 激发企业 同时提供必要的支撑条件 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 其实你们双方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但是在今天 如果要为难一下毛先生的话 让您来选择说 目前谁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那确实是企业 我记得在那个 11月份召开的 总业企业服务会上 农业农村部的那个唐人健部长 讲过一句话 他说企业 就像一个电脑的主板一样 应该把这个能够起到 连接总业各方面资源的 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 企业确实要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你像科研院所的 其实有很多科研成果 是吧 我们企业如何去 有没有这样的消化能力 是吧 如何把这些科研成果产业化 这实际上是企业应该具备的能力 有些企业的心声 可能跟您略有不同 我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表述 就说我们的育种企业跟育种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有的时候像是一种盲选或者是一种赌食 因为你拿来的这个东西看上去真的特别好 但是你真正在做商业转化的时候 发现转不了或者说转不好 就是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 我们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说实在的 我们有很多的科研投入 最后也没有产生商业化的价值 这里头确实是一个过程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CSIPD系统 实际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解决如何确认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 同时能够在产生商业化价值之后 能够通过智慧合友的方式 能够把这个商业化的这个成果 反馈给这个科研院所的这个研发人员 一个是产权的确认 一个是利益的分享机制 至关重要 谢谢你怎么看我们刚才厂上的这个讨论 刚才两位都很谦虚 都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在我看这件事情正好是两位要合作的 您刚才讲到的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 这使大家经常诟病 所谓的赌食也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我现在觉得 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向的趋势 比如万院市所在的中国农科院 为了更贴近市场 要做的是什么 要让企业出题研究所来答题企业判卷 最后专家要做终身售后服务 这是科研院所确实是放下了身段 为产业发展做事情 第二个问题 保护创新 就是刚才讲到的所谓的 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种业企业经常诟病 比如尤其像毛总他们这样的企业 有大量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但是现在我们确实 种业市场有很多去假冒的 去侵权的这种现象 现在我们也找到了破解的钥匙 12月24号 全国人大通过了种子法的修正案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力度 特别是这一次的种子法的修改 强调了原创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无论是对科研单位 无论是对科技性企业 它的创新的利益得到保护口黑 大家创新的欲望 可能会得到更进一步的体现 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 很好的保护的话 种子的市场 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不规范的恶性的循环 我们讲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要重拳出击 要整治到底震慑到位 要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挪业农村部开展了种业监管的执法年 同时开展了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 从业界反映最强烈的两个作物入手 就是玉米和水道 提高它的审定标准 对登记作物以向日葵为突破口 进行登记作物的清理 向日葵今年我们取消了269个品种的登记 虽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的研发机构 我们的企业界是分作我的两边 但事实上他们是 而且他们应该也是一个阵营当中的队友 只有他们的联手和联合公关 才可以让我们所向披靡 在和国际顶尖的种子公司竞争的过程当中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们不仅种子很强 到世界各地攻城掠地的功力也很强 来 各位请看 上世纪90年代末 美国种业公司孟山都 将经过基因改造的棉花种子投入印度市场 这种种子包含专利费 售价高昂 但能产生一种专门杀灭棉龄虫幼虫的蛋白毒素 使棉花自身能抵御天敌侵害 它迅速占领印度棉花种植总面积的近90% 但好想不想 部分棉蝇虫产生的抗性 让一些农民遭遇欠收 昂贵的种子 还要配套孟山都自己研发的除草剂使用 农民的种植成本飙升 许多农民为了买种子 甚至去借高利贷 第二年遭遇欠收 又陷入资不抵债的死循环 刚才我们看到了知名种业公司 他们的生财之道 种子费 专利费 然后相关的配套费 对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模式 它那个性状 转基因的性状 是要交许可费的 然后种子 你得以再收一道钱 那个除草剂 也必须是用它的指定的 那他们进入到中国 同样也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转基因的棉花 早期也是美国蒙山豆腐公司 进入到中国 到中国来 主经公司 初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中国的棉林虫 对棉花生产危害很重 因为初期下午 它迅速地占领中国市场 因为我们中国的科技人员 我们培育了自己的 有知识产权的抗虫棉花 那我们现在就说 基本上 目前国内99%以上的 抗虫棉的种源 是我们自己的 就完全有知识产权的 其实印度它为什么 有这样 变成这样的苦涩的种子 我认为就是 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能够培育出 自己有知识产权的 抗虫的棉花 这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关起门来 独立自主地搞研发 不让他们进来 肯定不行 那是肯定不行的 它这个育种 首先第一个是种子资源 你必须去 引入全球的种子资源 种子资源越丰富 你才越能够育出好品种来 有一些技术 也是需要跟人学习的 我们的大豆的单产 和玉米的单产 跟美国比差的比较多 核心的原因是它的大豆和玉米 全部都是生物技术的 是吧 这个新技术都在应用的 而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没有应用的 这里面就差很大一块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个把它做成一个封闭的这个系统 一定还是个开放的系统 种子资源 它实际上是战略性的资源 种业之争实际上就是科技之争 焦点就是种子资源之争 发达国家 就是有一些种业强国 它很早就是19世纪开始 就从全球来收集种子资源 形成了它的种子资源的优势 和种业发展的优势 作为一个种业后发的国家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停下 追赶先进和做大做强的脚步 对于对话的观众来说 海外并购不是我们陌生的一个话题 那您知道吗 迄今为止 中国海外并购最大手笔的 不是说我们买了IBM的PC业务 也不是说我们买了沃尔沃等等等等 是2017年中国化工并购了先政达 投入了接近500亿美金的资金 拿下了它 做大难道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吗 就是刚才您给我们看的这个表里面 全球前十大的这些种子企业 他们的成长历史 其实就是两个核心的发报 一个就是自助创新的研发能力 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并购整合 也是买买买 也是买买买 基本上你看这个包括 现在最大的是拜尔 孟山都被拜尔收购了 拜尔就变成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 包括现在的排名第二的柯蒂华 它也是原来杜邦先锋 和陶氏一龙合并后的 一个全球第二名的种子公司 您刚才说到的先政达 这是全球第三大种一公司 它也是很多这个种一公司 不断并购整合起来的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 你们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对的 我们农民高科自中信集团 在2016年初入主之后 做了很多并购整合 包括在蔬菜呀石葵呀 谷子啊 这些种子领域 我们也能够在国内 甚至在全球排在前茅的 这条并购之路走得顺吗 哎呀这条路啊 在海外这条路 确实不是那么好走的 主要是源于当初 陶氏和杜邦 这两家公司要合并 他们合并之后呢 他这个在巴西的 这个玉米种子市场负面 就超过了当地 政府反垄断的要求 就超过了30% 就巴西反垄断局 要求他必须剥离 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像这样的核心的 这个种业的资产 在国际上出现 这个几率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其实 眼睛位置一亮 当初就是一定要坚决 这个出击 去把这块资产拿下来 那你有竞争对手吗 当时 有有有 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巴斯福 哎呀他知名度又比你高 他的历史又比你久 中国呢还是一个 最大的农产品 这个消费国 其实也是个最大农产品 这个生产国 我们对南美的这个玉米和大豆 有很多的这个进口的需求 所以他们卖给我们 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这个当时的这个巴斯福呢 他实际上是主要以农化为主 他其实没有多少种业的资产 所以我们当时呢 跟他比呢 应该说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呢竞争非常激烈 最后两家就剩下我们和巴斯福 在第三轮谈判的时候 稍微胜出 最后我们就签了这个协议 经过了这样的并购 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缩短 我们跟先进之间的差距 你并购实际上是要扩大 你的自己的种子资源库 我们自并购了这个巴西的这个公司之后 我们基本上拥有南美最优质的玉米种子资源了 其次呢就要看它的这个玉种的技术 是不是处在一个全球领先的水平 那我们社会的巴西这个公司 基本上它也是在我们叫第四代玉种革命 玉种技术上 基本上走到了全精英组选择 人工智能辅助玉种这样的一个阶段 目前我们在巴西的种业的玉米种业的市场份额 我们也占到了 今年下来可能能接近到21% 跟前两强基本上很接近 缩短我们跟这个全球 这个排在前列的种业公司的差距 这条路是非走不可的 对话由用数字化让家庄家居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独家冠名播出 由大家保险赞助播出 我们接下来将视线继续投向谢司长 带到我们现场的这张图 我们看看第三部分当中会写下哪些产品的种子 橄榄形的底部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种源 主要是依赖国外的 比如像甜菜 95%的种源是要靠进口的 那么甜菜它的产糖量 大概是占我们国家食用糖总量的13%左右 白羽肉鸡它占我们的鸡肉产量的 大概是52% 应该说占这个比例不小了 但是它的种源就是它的阻代鸡 百分之百都是进口的 每年进口大概是100万套 好在呢 也有一个好消息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近期有三个我们国家的 自主的白羽肉鸡品种 已经通过审定了 应该说有望填补这一块空白 孙总恰恰担任了这个部分当中的重要的工作 有人戏称您是最关心中国人吃鸡的男人了 刚才谢市长说了 我们已经有三个厂家已经审定了白羽肉鸡的新品种 包括我们有个我的188 那要培育出我们的白羽肉鸡的种子 要经过怎样艰难的过程 你得有资源 就是促勤领域 我们叫存细 淡积肉鸡我们有20个存细 它有八大类性状 加起来有40多个小性状 所以每天都要记录这个小性状 所以这一个预动下来以后 大家得需要13亿个数据 所以它得需要一个强大的信仪化系统制成 如果说光好我们人去做是不好做 完成不了的 在这个领域当中会存在一些被别人卡脖子的事吗 肯定会有 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在没做一种之前 在国外的一种企业 它给你的不是最好的鸡 卡着你 啪素材被你偷走 数量上不给你 你不知道你定一万 限制 可以给你八千 时间上你本来定的是五月份 它给你八月份 一看你大了就给你卡 我也是在2002年被卡了一次 为什么我要下决心 要做这个预动 2001年来了一批 但这就副阻碍 结果出了一个叫红语基因 我在跟他教室 我说你这红语基因是怎么回事 你过去是白的 你现在出红毛了 你这急是不是存的 你得给我个解释 你得给我解释 完了以后 我得索赔你 就是因为我找了他索赔 你知道吗 就马上就 说你这个 这个我就下一批就不给你了 我找了他上面的领导 这批基 后来推迟一个多月给我了 还是终于给了 给了 但是当我08年 我们把总预出来 他在给我断供的时候 我也想化为任正非一样 我说我自己有胃 所以您书写了这个领域当中 另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的故事版本 他这个预动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精神 比如说我们鸡蛋的产量数 我们现在可以产330枚 对 过去我们的鸡普遍的产量多少 160枚 给330枚差多少呢 差170枚 给你我们每个世代预种的进展 只有1.8枚到2枚 所以说我们要从160枚鸡蛋 选预到330枚 这需要多少年呢 70年 但是我们现在是世界的 都最优秀 中国最优秀 在世界最优秀 都拿到这来 我们去选 我特别认同您说的一点 就说把世界最优秀的拿过来 但是毕竟要经过 我们科研团队的攻坚克难 经过这么漫长的奋争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一个思路 说好吧 那我就吃进口的吧 而且我还可以吃到全球最好的 最优的 我们是美食国家 他们国外遇的种 你比如说蛋鸡 肉鸡 包括奶牛 包括猪 他神看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 遇到 我们的需求会更多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 卡脖子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脑袋瓜子 应该向哪个方向去思考问题 形成中国自己喜欢吃的鸡肉品种 这样才能走中国特色的肉鸡发展之路 白鱼肉鸡 这次通过审定的三个品种 我们对它的生产性能 也是做了测定 应该说和国际上这些先进水平的 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相比 各有千秋 有些指标 我们的好一些 有些指标他们的好一些 但是还要注意 就是从培育出这个品种 到它的产业化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品种培育是一个持续精进的过程 后续还要不断的去公关 包括它的种源的疫病进化问题 包括它的繁育基地建设问题等等 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的科研单位 共同努力 才能让白鱼肉鸡真正的实现产业化 能够发展好 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 今天这个水平 我们人类依然命悬于一颗小小的种子 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看一段电影片段 万元是刚才电影里的枯萎病真的在地球上发生了 作为科学家您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 且生活界能够找到可否这样的病类生物的基因 本世纪初的时候 且长江纽约的梗道 曾经发生了水稻条纹一颗病 江苏城当时3300万亩水稻 2700万亩都发生条纹一颗病 大概最高的年份2004年 去收8万亩 那么我们把水稻里面的抗条纹一颗病基因 导致到品种 就把这个病害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我们不再仅仅靠物境添责了 我们可以用科技的力量 首先我们要能掌握到 能够越来越多的种子资源 也就是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优移基因 种子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资源 所以人类在搜集和储存它的时候 真的是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图片里的建筑物 好像很特别 这个神秘的建筑呢 叫做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它是一座用来储存植物种子的巨型冰箱 位于北极圈内的一个山洞的涌洞层深处 它的库房防伪系统堪比 美国的黄金储备库 安装了防爆破门和密封舱 可以抵御6.2级的地震 甚至是核武器的攻击 可以保存450万种农作物 近23亿颗的种子样本 我们现在都在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 储存我们的种子 几个方法 一个就是跟这个一样 把种子放到零下48度的低温库里面 可以长期保存 像水稻可以保存50亿以上 第二个像苹果这样的无性繁殖的植物 把它的枝芽用液带蛋 切负170度左右的液带里面保存 还有一种保存方法 就是用种子质源谱 就把这个苏移在中间那儿 可以长期保存 其实中国最大的一个种子库就在离我们现在录像的这个地点 不到15公里的北京市区内 原来这个老库是80年才建的 库容量可以储存种子质源43万分 那么我们最近在这个原本部内部 我们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 新建了一个 新建一个 刚刚开始往里面搬迁 容量是150万分 摩奇云这个种子质源 且全球里面派第二 第一位还是人是美国人 它的种子质源的占有量是最多的 我们摩奇云种子质源库里面保存的种子质源52万分 80%是我们中国自己 且本土收集的 20%是从国外引进的 美国人的这个60多万分种子质源 它80%是从全球引进的 它的多样性 它的色域不同环境的特性 它可能更强 基因资源也更加丰富 也就是它可以培育更多的好的品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那种的资源 应该是跟他们是有差距的 在这方面呢 我们国家的起步板基础弱了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 首先要做起来的 那就是先要把我们自己的资源 查清楚 保起来 3月23号呢 就是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次农业种子质源的 普查的行动 今天呢 我还带来了一个新发现的 一个资源的一个样本 在我们国家的最南端 也就是在海南省 三沙市永兴岛上发现的 野生棉的资源 这个棉花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四季开花 所以在这个岛上 大家把它叫做四季棉 专家的这个初步的研判 认为这个棉 是在地里大发现时代 可能是商传这种货物贸易的时候 把它送来的 它对我们下一步 去研究棉花的这种寻化的历史 包括做这个新品种的培育 它作为素材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们知道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是时隔60年中央再次出台的 振兴种业的一个政策纲领吧 那在这个当中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主要是要解决我们国家 种业振兴一个总体的问题 要形成一个就是完整的路线图 首先是明确了我们种业的定位 第一是明确了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的 这是一个产业定位 第二是明确了 要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 我认为它是一个目标定位 第三是要把种源安全 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用中国的种子来保障中国的良善权 这是对种业的一个战略定位 那么有了这个明确的定位之后 根据种业发展的规律 做出了就是叫做一年开好头 三年打基础 五年建成效 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的这么一个总体安排 按照这个安排 有具体的设计了五大具体行动 这五个具体行动里面 首先就是种子作员保护利用的行动 种业创新公关的行动 企业浮游的行动 我们的激励提升行动 来保证我们的种源的供应能力 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市场进化行动 后续那还是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 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做 扎实推定种业振兴 就是要狠抓落实 久久围攻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种子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粮食安全问题当中的重中之重 我记得袁隆平老先生曾经说过 在关键的时刻 一颗小小的种子可能会绊倒一个强大的国家 对于我们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粮食安全是刻不容缓的一个关注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种业可以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让14亿人可以牢牢的端住自己的饭板